那么在最高法院宣布 把堕胎的决定权还给各州之后 有13个共和党州 因为最高法院的判决 随即触发了触发禁令 触发禁令的意思就是 这些州已经提前拟好了法律 就等着最高法院这一次一举推翻呢 最高法院那边一推翻 这13个州的法令就被即刻触动 30天内就会自动生效 这设置了触发禁令的13个州 包括爱荷达州 犹他州 怀俄明州 北达克他州 南达克他州 德克萨斯州 密苏里州 俄克拉荷马州 阿肯色州 路易斯安那州 密西西比州 田纳西州和肯塔基州 那么另外呢 还有五个是没有触发禁令的州 阿拉巴马州 乔治亚州 南卡罗莱纳州 俄亥俄州 和爱荷华州 他们已经通过了自己的堕胎法律 但是后来呢又被废除了 不过没关系 因为最高法院的判决 现在这些法律在这五个州 就很容易生效了 那么对于红州生效的这些法案 可想而知 左派是多么的气愤呢 左派在国会里的 绘花最聪明的AOC 开始呼吁钻法律控制 红州不让堕胎 没关系啊 我呼吁 我们现在 马上在红州的联邦土地上 开堕胎诊所 你确定吗 红州的联邦土地 联邦公共土地的划分 主要上是什么国家公园啊 河川的山脉啊 自然保护区失地 野生荒地等等 所以他在说的意思就是 在优胜美帝那样的地方 建几个堕胎诊所吗 还是说要在总统拒职下面 搭个帐篷给人堕胎 你还真别觉得这个想法傻乎乎的 伊丽莎白沃伦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跟AOC都商量好了 人家真就说了 呼吁堕胎诊所 Plan Parenthood 去国家公园里搭帐篷给人堕胎 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和伊丽莎白沃伦 在对话之后 他在推特上发表了这样一个推文 说我刚刚采访了伊丽莎白沃伦 他建议拜登政府 在国家公园的边缘地带 建立堕胎诊所Plan Parenthood的基地 下面是伊丽莎白沃伦说的 她说 他们可以放一些帐篷 放一些接受过训练的人员 在那里帮助那些需要堕胎的人 现在就是应该宣布 医疗紧急情况的时刻了 宣布医疗紧急情况 你是说因为不允许杀人 所以你要宣布医疗紧急情况吗 当然在国家公园里面 什么搭个堕胎诊所 搭个帐篷这种事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新闻简报会上 有记者针对这件事提问 白宫发言人也已经回答了 说别想了 那不可能 夏天是不是太无聊了呢 是不是想要找一些 合家欢乐又有意义的活动一起做呢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Impact Harvest Church 邀请你跟你的家人朋友 一起参加盛夏园游会 在7月10号上午11点到下午4点 今年的主题是 种夏之梦 想要帮助更多的人 可以找到他们的梦想 更重要的是 他们造物组 创造他们时候的方向 让人活得可以更有意义 更有目标 更丰盛 Impact Harvest Church 欢迎所有 AI News的观众 西家带卷来参加 有丰盛的食物 饮料 还有大人小孩 都爱玩的各式各样的活动 包括现场乐团演奏 还有抽奖活动 我在这里真的是 说不完 因为我当天也会在 因为那就是我的教会 地址是140 West Lime Avenue Morovia California 91016 详细情情换一道 Impact的网站 www.loveimpact.net 来了解更多 Morovia California 91016